BA.5疫情蠢蠢欲动 根据统计上周新增33例本土BA.5 其中包含7例儿童 青少年 都是无症状或轻症 全台累计58例BA.5 指挥中心预估 目前BA.5阳性占比大约15% 面对已经入侵社区的BA.5 英国研究发现 除了喉咙痛 声音沙哑也是主要的症状 声音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刺耳粗糙 低沉一时叫不出声音 甚至一时变得轻柔细语等等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 不管有没有打疫苗 都可能出现声音沙哑的症状 如果润润喉咙喝了水以后 还是声音沙哑低沉 讲不出话的话 可能就是感染到 Omicron的声音沙哑的症状 专家发现Omicron症状 维持天数大约是6.87天 跟之前的Delta则是大约8.89天 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 超过四分之一的确诊者 报告症状有所反弹 八分之一的人 病毒恢复到高水平 只有百分之一到二的人 同时具有反弹的特征 自然感染以后 产生的抗体 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 将病毒完全清除 没有办法由症状来去做鉴别 只能够用不断的检验来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有没有病毒反弹 毕业点五来世汹汹 病毒反弹复养也需要留意 医师建议尽速打疫苗提升保护力 才能降低风险 记者黄义均 黄义仲台北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